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得漂亮 弗兰克象 你推倒了1 一个宝灵球瓶 弗兰克象 你可以推倒2 两个宝灵球瓶吗 好 我们来吧 做得好 弗兰克象 下一个数字是3 3 你可以推倒3 三个宝灵球瓶吗 太棒了 棒极了 弗兰克象 你可以推倒最后的4 四个宝灵球瓶吗 干得好 弗兰克象 你今天学了许多数字 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 1 1 2 2 3 3 4 4 5 5 小朋友们 再见 嗨 公牛推土机 你好吗 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数字吗 好的 公牛推土机 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数字吧 将1 1 一个蓝色箱子推进第一只米格鹰的货仓里 做得好 公牛推土机 现在我们把2 2 两个黄色箱子推进第二只米格鹰的货仓里 真棒 公牛推土机 加起来是2 2 2 下一个数字是3 3 3 你可以把3 3个红色的箱子推进第三只米格鹰的货仓吗 好的 我们行动吧 好样的公牛推土机 下一个数字是4 4 干得漂亮 最后一个数字是5 5 5 你可以把5 5 5个紫色的箱子推进第五只米格鹰的货仓吗 真棒呀 公牛推土机 你今天学了好多数字 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 1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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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 小朋友们 再见 嗨 米特龟 你好吗 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沙漠的形状吗 很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米特龟 沙漠里有四种不同的仙人掌形状 把图形放在相同的仙人掌形状的前面 好了 米特龟 我们去找第一个形状 真棒 米特龟 你找到了一个Rectangle 长方形仙人掌 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什么形状呢 做得好 米特龟 你找到了一个Suko 圆形仙人掌 我们去找另一个形状 做得真好 米特龟 你找到了一个Square 正方形仙人掌 我们再去找找 你找到了一个Optagon 八变形 很好 你今天学习了很多形状 小朋友们 再见 嗨 钩牛推土机 嗨 火炬狗 你们好吗 你们今天想和我们一起玩红字游戏 和学习颜色Red 红色吗 好的 钩牛推土机和火炬狗 第一个在草地上找出三个Red 红色物体的人获胜 真棒 钩牛推土机 你找到了一朵Red 红色的花 你能再找到两个Red 红色的物体吗 太棒了 火炬狗 你找到了一个Red 红色的西红柿 还有两个Red 红色的物体要找 做得很好 钩牛推土机 你找到了一个Red 红色的苹果 再找一个红色的物体 就找其三个了 一只Red 红色的瓢虫 火炬狗 再找一个红色的物体 就找其三个了 一个草莓 一个草莓 谁得到红草莓 谁就是获胜者 那么 谁是获胜者呢 做得好 小伙伴们 你们都是获胜者 你们今天学习了Red 红色 小朋友们 再见 嗨 犀牛卡车 你好吗 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色彩吗 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色彩吗 很好 那我们开始吧 犀牛卡车 献牛卡车 我想提醒你 丛林里充满了惊喜 犀牛卡车 犀牛卡车 你看 这是Yellow 黄色 我想知道 下一种颜色是什么呢 这是Red 红色 犀牛卡车 要仔细看下一种颜色哦 一只Woo 蓝色的气球 一朵Pink 粉红色的花朵 Pink 粉红色的花朵 在逗你玩呢 犀牛卡车 下一种是什么颜色呢 犀牛卡车 有一个橙子 Orange 向你走来 做得好 但是橙色 Orange 你今天学习了很多种色彩 小朋友们 再见